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回到第三集 剛才Will說到杜城玉生 我說過玉生的永生 因為最後也有說到兩個不同教派 中派對於玉生的執著 因為例如Gender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尤其是之前很多集都有 當他們絕地沒有事 當他們去過身或完成任務之後 他們連肉身也會小心 但是有些比較導行高的 就會變成絕地英靈 即是好像Yoda 然後有Obi-Win 即是鬼魂 白光 白光 最先是Obi-Win 我記得在第一集 因為當時他用聲音回來 都是啟發 用力量 第二集就是 應該是先是Obi-Win 然後Yoda也離開 他又用那個形式回來 為何會這樣說呢 因為剛好我們聖誕禮上 是聖誕節期間 其實聖誕節 其實我們不是紀念聖誕道人 我們紀念耶穌出生 不是為了聖誕禮物 這其實是跟天主教基督教有關 而在裡面也有說過 剛好我昨天去一個朋友洗禮 剛好聽到他們 他說聖誕禮 天主有些啟示給我 他裡面有說到聖誕的本意 聖誕本意就是 如何道成肉身 即是耶穌降身 其實耶穌就是 將他本來是神的神格 即是降下來 變成一個人的身份 即是基督教很多時候 會叫這個道成肉身 而他裡面是沿著拉丁文裡面 他用拉丁文來翻譯 這個聖誕其實是一個叫做奧義 奧秘 奧秘 其實不可以用說話來形容 說話去完全形容 這個其實是 如果你 其實如果你想回整套 聖誕大節裡面那個故事那個主軸 其實有些人就說 跟這個禪宗 日本 神父教 很有關係 當然有他的元素 但是整個主軸 其實我覺得是跟 猶太教 基督教 整個文明 整個教義很有關係 因為 剛才所說道成肉身 例如說 耶穌下來降生 降生 是一個 將他變成一個 物質化 神聖的 可能是精神的東西 但是變成了物質 肉體 而反過來 他當他完成任務之後 他好像回到天 即是不需要有肉身的身體 而其他有些關於基督教的元素 例如說 如果你們有記得 就是他第三集 有講到達威特 他入魔之後 他第一件事執行就是 Order 66 即是殺了所有 Jedi 連同所有小孩 學徒那班 其實未正式是Jedi 但那些學師都要 這個在聖經裏面 如月節的故事 甚至乎 跟耶穌降生有關 因為耶穌降生的時候 大希律王 其實就是因為知道 是要殺一些 那一年多的小孩 所以他就好像做了一個 人口補查 其實是 引人出來 其實是 他當時就是 因為他知道 會有個王出生 有預言 是 這個叫做人中之王 大地的王 所以對他來說 好像很有威脅 所以他就要殺死 他在巴黎行附近 所有的 兩歲的小孩 但是歷史裏面有說 巴黎行其實是個小的陣 就算他真的殺死 那裡人數有限 但是始終也做了這件事 還有大希律王 他在歷史裏面 其實真的是一個暴君 甚至乎自己的老婆 兒子都很佔實 在這裏面 跟西斯大帝 其實很符合他的身份 對親人殺死 這個劇情也有 劇情也有 劇情也有 如果你看整個 升戰的跨教 其實都離不開 傳統基督教 會的 你看光明黑暗的對決 其實都有聖經那種 成份 還有裏面也有說到 原來今集很特別復活 有人可以用這些方法復活 如果你把某人 當成是耶穌的身份 你會發現整個故事 他好像說的一個 基督教故事 如果我們看整個 七八九集 你會覺得 整個故事的結構 都好像有點熟口面 除了說 千面英雄 我們老師 一定要我們讀的一個 獨本 這個叫什麼 神話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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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很多電影 如果你想講一個 好的電影 或者好的故事 基本上 如果你跟神話結構 講一個英雄之旅 你基本上套下去的話 大部分人體 都會有一個冠名出來 因為它其實 不只是一個 真是英雄走那條路 其實是一些心理的成長歷程 本身也是 這個 雖然我看過 但都很難說 完全明白 都覺得 真的要不斷再看 還有就是 還有一個意象 例如說 阿威 那把劍 其實你留意到 是一個調轉的十字架 當然 劍很多時候 都會用這個形象 不過是真的 其實以前說 十字軍的時候 其實都會把 拿著十字架 去殺敵 其實他們那時候的想法 都是 所以你見有時候 如果果身的武士 他們會插一把劍 把劍當成一個標示 在那個位置 但這個就當成一個 是一個 叫做什麼 原來有這樣的 白石 我自己看 就覺得 它裡面 除了這個之外 就會有個 基督教的意象 放進去 你覺得 會不會有這些 十字架 十字架 那個 剛才說的 應該都很明顯 大家一看 至於你剛才說的 那個意象 你解釋得很好 我又覺得 好像真是代倒進去 真的 我不懂 告訴我 但是喜不喜歡 好像這套 有愛情 因為整套片 這個三部曲 其實不強 因為如果你留意 以前正轉 有利亞公主 有Han Solo 那一段 其實是有感情戲 那些部分 或者甚至乎 前轉 更加明顯 Anakin去追 帕馬軍手 基本上 就是一個 真是愛情 因為愛情 而引發出來的事 但是似乎 深轉 或者後轉 其實不強 雖然我暗暗 看到一些好笑的位置 特別是今次 Vin 這個黑人 我都覺得你想怎樣 三番四次都說有些緊要 有些想跟女主角說 有些想跟女主角說 Janice你覺得她想說什麼 我覺得她 你猜她這樣說 我覺得她應該想 喜歡的女主角 喜歡的女主角 但Rose 但你不是 她上次好像跟Rose Rose 但我覺得她上次是Rose 愛她 但我覺得她那個時候 好像又不是很樂意 她應該再拍下去 她跟那個 其實那個 她有一個黑 是 是 她應該要換她 是 她應該要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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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先走 我先不走 你就明白 然後有個通訊 她沒有跟著上來 我突然有感覺 有點曖昧 不是曖昧 只是有點心傷 我真的想讓Rose 你真是不幸 即是出事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 對 但你們真的有這種感覺 其實本來好像很稀釋 但不知我看完第二次 我就覺得 為了三集是一個真實 淡淡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 他是不是不喜歡 我是不喜歡這個 那個Kiss想 剪掉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剪掉 剪掉 在那裡已經是完 然後下去 剪掉 其實你走就走 你為何要淡淡這樣 對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之前 他們的身份 不一定是這樣的 當兩個經常對打的人 突然淡淡會這樣 所以我就說殺花槍 她不喜歡女兒 主動射下去 不是 不是 不是這個問題 為何是藍射 不是女射 所以 其實拍了兩個版本 未必需要去到那個位 我覺得 但可能不射她 就不可以 叫自己Skywalker 蛤 你這樣說 當然亂來 不如說一下 最後那裡 又說Race 她有把劍 她那個劍 在之前沒有出過 是金色 是黃色 金色 金色 在我翻查資料 除了她之外 誰有金色劍 原來就是這個 咦 為何是 是誰 她不是的 不是 不是 但她族人 也是Wukit 是 這是她的質 是 是 她是 一個 叫做 新 什麼 同盟 新反抗軍 新聯邦 議會 那個 她裡面 其實 是一些外傳 或者小說裡面 有講這個 叫做 Lub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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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呢 只有她 是用金色光劍 是 是否有個能量 不同 那個顏色 她是 光劍 為什麼會有不同 顏色呢 因為她 做的時候 用水晶的分別 會試乎 她自己加了什麼 圓力 那些 不過 一般來說 SEEP那邊 即尖那邊 會用紅色 因為她們 注入一些負能量 所以 她們出來的 顏色 可能會比較紅 比較危險 血腥 這裏有講 好 謝謝你 相對來說 但因為很有趣 大家要留意 其實原來每一個 JEDA自己 雖然以往傳統 他們會用一些 可能之前前輩用的劍 但是 其實當你自己 他們一定要自己 可以說 不可以說 自立門戶 你已經是 去到一個 叫下山 就會有一把 你自己的劍 其實當年 LOOT自己也有一把 綠色的 但今次看到那把 藍色的 雖然LOOT用過 其實如果再追回 是她爸爸用過的 因為那把 當年她爸爸 和Obey雲 在火山 很多熔岩 彈戰 是撿回那把劍 然後 為什麼綠色呢 為什麼 因為她很多時候 她裡面 會有些 藍色的天空 或是當年 武士復仇那一集 對 很多這些 如果用藍色劍 她會撞色 所以 她裡面 真的有這樣的解釋 所以 有時候 她會偶爾 會將她 甚至後期 將她轉到綠色 所以 不會那麼容易 跟她的天 或者她的背景 撞色 所以 如果用藍色 現在就可以做得到 對 如果場景設計 需要用藍色的光劍 或者什麼 可能 背景會調色 甚至是用深一點的背景 可以補一些技術 其實正轉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電腦CG 那時候是用在Phylm製造的 其實是 她出了影片之後 其實真的 差不多像我們以前說 語片那樣 其實是靠Phylm 像動畫一樣 做出來 所以現在看回一些 如果是舊版的 因為新版 撿過是不同的 舊版的 明顯是擠下擠下的 劍的感覺 而且有時候畫面 你發覺她 未開箭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跟著她開箭之後 畫面 動了 其實她換了另一把 是有病的東西 因為她要隔的時候 有些東西去隔 其實是動了 畫面 同意以前的版本 會是這樣的 但因為去到 由前轉開始 已經是很數碼化 之後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光你喜歡什麼色 都不要緊 但當然 我想她也想說 之前那兩把 即是前刃用的劍 她可能也要 有些不同 轉轉色也好 其實對我們來說 但你們有沒有覺得很有趣 竟然 Lia也是Jedi 其實她好像一路 都沒有什麼 暗示 她前面也有些鋪排 其實她是 其實第七集 其實開始已經有 因為她可以感應到 我記得在第六集 有說過 為什麼 Lia不是有駕駛的 好像電單車 那樣 重臨之後 都熊仔那一集 她也有說過 因為我們家族 有一個遺傳很厲害 有直覺 因為你駕駛這些 其實她說 她不用看路 她知道我要轉彎 她已經有那種感覺 她是未承認 而且應該是 上次說 應該是對的 應該是第六集 之後 她才訓練 Luke訓練她 想去做Jedi 所以為什麼 你看到第八集 《天外飛仙》 是解到的 即是她 都是Jedi 她也有那個能力 但今次Jedi 好像多了很多絕技 以往其實很少見 那個很厲害 特別是她說 有些像我們以前 在背後拔劍 那種 很漂亮 那個姿勢 我都覺得 其實你又覺得 會不會玩玩玩 會做跨呢 如果根據她 現在第九集所說 她那些 Jinder 她的元力 開始 一路就進化 其實已經不斷進化 她也可以 可以隔空取物 亦都可以在 同 那個不是隔空取物 而是她 兩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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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即是她附近那些東西 都會光擾到 是的 那變成 例如說 去開展我們第十一集 十二集 變成多些東西 還有 剛才說過 Lubitar 其實已經是 有一個伏線在 將來可能會有更多 新的Jinder 出來 不同的能力 那些 但這個設定 我覺得挺好看 因為打得挺好看 如果她用這個方式 就變成擺脫了傳統 在同一個場景打 因為我發覺 她有時候 轉得挺漂亮的 即是摺過去 還有 大家記得第八集 Lubitar 那裏也很神奇 人不用理 都可以打得 其實她 純粹是樣子 其實是投影 碰不到 所以她 她其實沒有能力 純粹是 騙人 如果她比較聰明 其實她發覺 又看不到又拍 那些東西好像欺騙你們 那些東西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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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後那個場景 真的很漂亮 有些人說 那個場景 比起第九集後面那個 結尾更加高 因為她有 有些人說 星戰一定有一個地面戰 陸地場景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安排一個 感覺上很有規模 那種 但今次似乎集中在空戰 即是說戰機那種 少了那些地面 以前那些叫做Walker 那樣 這次就少一些 今集多了些動物 她都有 外星人 叫上那個主力艦 在那裏做一個地面戰 但你覺不覺得 我留意 今次你發覺她那個 叫做 現在不是叫做帝國 即是叫做First Order 但後來叫做Final Order 那班的軍團 很多女人聲音 我不知為何今次經常聽到 無論她的前線兵對答 有時學人的那些 又是一些女聲 Officer更加多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因為以往來講 帝國的官員 全南班之餘 白人 其實不是黑人 但今次很明顯有一個 政治正確一點 很奇怪 因為我感覺多了女聲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不夠人參賓 裡面都有講過 裡面都有講過 因為快點捉多些年輕人 我可以解釋為何 FIN之前的軍人 本身是 因為以前最早期 有空窩時 就簡單 複製 要多少 但到去到 帝國時 你發覺他用了人 因為其實是不相信 不相信 根本知道 那些根本信不過 那些空窩 反而就 都淘汰了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 很特別的地方 很久我們 還有什麼補充 我們接下來會見到大師 有什麼留大師 我們第四節回來 拜拜 拜拜